就已经分开来了 总共有List2的瓜糊 0就是编号 1的话就是姓名,意思类推 到最后的话 就是手机号码 所以目前的话就分开五个资料 那五个资料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可是要怎么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结合 我们上一次 讲到的那个范例里面 其实就SQLite01这个就可以了 SQLite01这个就是insert into 所以其实 关键地方就是你要先什么 一样要先建一个 一个connect的资料库 当然你现在也可以放在 Cursor01里面 没问题,因为一个.db的资料库 你可以建 无限多个资料表 可以放一起 但如果你不想放一起 你另外再取一个名称也可以 比如叫member01.db 可不可以 这两可的 那我们为了方便 我还是把它放在同一个资料库好了 只是说呢 我把它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底下的话 一样嘛 我要怎么样 create一个table 那这个后面都可以拿来 参考的 所以我们 如果要把 刚刚的这个程式 跟这一部分结合的话 一 请你把这三行 复制一下 放哪里呢 放刚刚的上面 的前三行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第一步 我已经做了一个所谓的资料库 然后呢 连接到那个 Cursor01.db的资料库 OK 然后并且建立了一个 Cursor的一个 资料表物件 然后呢 再来就读取 可是读取完之后的话 我其实要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做 把资料写入动作 所以再来的话 再把什么呢 这边的底下 应该是 这边也建好 建好之后底下再放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5到7行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复制 一样放到哪里 放到第三行的下面 OK 把它贴上来 那直接来改就可以了 那改哪里呢 create table if not at this 这个可以留下来 然后呢 后面的话把它改一个名称 本来叫table01 那我们名称不能一样 不然的话都会放到里面 我们叫member member01 那里面的话呢 这个 我们要总共 有5个栏位 那5个栏位应该怎么放 比较OK呢 5个栏位嘛 那当然你最好是可以给名称 有没有 比如说第1个是编号 叫number 一样 第2个的话姓名叫name 第3个叫什么 第4 不过有时候也是一样 偷栏 我想说 取名称这个很麻烦 那我又想到eSale 哇 eSale真的是很好的参考 因为呢 eSale里面的栏叫什么 第1栏就是A栏 所以呢 我就又偷栏了 那又5栏 所以我 名称就取ABCDE 不就好了吗 就不用伤老金 不然每次光他想 那个名称 就想得很久 所以干脆怎么样 第1栏叫A栏 那形态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用integer 可是如果你不想改啦 你全部都用Test 不可以啦 因为反正现在空间都够大 随便你放 只是说你全部用Test有个缺点啦 就是说他的执行效率一定是没有那个用integer来得快 所以如果你用Test的好处是方便 但是缺点就是没效率 可是如果你的资料量根本没有多少嘛 那说真的啦 那个差千分之一秒那有什么差 方便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啦 你方便跟效率啊 如果 取 怎么样 你就可以取舍啦 说真的 因为我们说真的有的时候资料量没有到百万笔 千万笔 甚至更多万笔 所以你用哪一种形态 说真的差异是不太大 因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电脑的记忆体都非常大 第2个CPU也非常的快速 所以后来我有时候越来越懒 通通 所以如果你想 通通都不想改的话 你刚才讲 A B C 有没有 然后C的话呢就是再来一个 就把它怎么样 斗点 然后后面加一个 B 有没有 C D 加E 有没有 都是什么斗点 这个就C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就产生的有五个栏位 那也就是起个 资料你就要起个栏位喔 5个栏位那就是A B C D E OK就这样子 所以是 懒人士的命名法 懒人士的形态设定 好 这样够简单吧 如果你要改喔 你可以再改成其他的形态 包含Integer 有没有 比如说像哪一个编号可以用Integer 那还有个生日你可以用DateTime 日期时间有没有 可以用DateTime 好像我在云端上其实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你可以参考那个47页吧 这个是比较 更完整的 有没有 这个Integer 这个的话Tesl 那C的话是 好像他的生日吧 你可以用DateTime 其实不改没关系 好 再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建好一个资料 资料表 就是已经 一个 已经存在的资料库 然后呢 建一个资料表 再来做什么呢 就是 把资料 分别 因为我这边切割完的东西 再分别把它放到这个Member01里面去 那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呢 其实 就是可以参考什么 Ziqlite01有没有 怎么放进去还记得吧 就这地方有没有 Insert into 再做Excue 所以这两行是什么 把资料放进去的动作 可是要放哪里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Fore回圈 对不对 一样 也就是放Fore回圈里面 所以这 最后的话在Kamit 所以我把这四行 后面这四行 再复制一下 放哪里呢 放到Fore回圈的下方 贴上 OK 好 所以呢 把它再放到下 这个地方 最关键的地方 最容易出租在这里 这个 Insert into 指的是要放资料 哪个Table呢 这边我们是Table01 但不是Table01 应该是Member01 所以把它改一下 Member 有没有 我叫Member01 OK Member01 就是我要把资料 放到Member01里面去 那我后面的话是Values Values就是放什么资料 小刮户里面的话 我们之前是放两个栏位 那现在的话放几个栏位 五个栏位 所以一样 一个罗布位坑 你不能说 你五个栏位就会给两个坑 那你怎么放得下去 对不对 OK 所以一样的道理 五个 所以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二三四五 那我还是建议 可以用Format 为什么 因为Format的好处 就是前面都用大刮户就好了 管它是什么 反正大刮户不用转型嘛 你就把资料放进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四个 所以Format的后面的话 这边是放 X豆点Y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 拿上面 那不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所以 其实你可以 直接拿这个上面东西 复制贴上过来就可以 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 Copy 贴到那个Format里面贴上 然后就是第1个 就是这个是编号 第2个是姓名 再来是生日吧 血型 最后是电话 有没有 然后呢 看刮户数量有没有对 Insert into Format只有Format的刮户 所以 Format的后刮户有了 OK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懂吧 其实最容易出错就在这里 一个罗伯的坑 不要放错了 然后再来做什么 再来就是 Execute它就可以了 所以底下不是有一行叫什么 Cursor.execute 然后就把上面这个叙述放进来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把1号放进去换下一个 放2号 3号 4号 一直到50号 好 全部都放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做什么 Commit Commit就确认 50个东方帮我 放到资料库去 确认了 OK 然后就把连线断掉 Close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50笔应该都放进去了 应该可以理解啦 不过接下来就最关键了 执行看看 最关键 如果你一执行 没有错误讯息 那恭喜你 你成功了 不过通常是 会有错误的啦 如果你一执行就正确 那恭喜你实在太厉害了 因为你实在太细心了 因为这边很多很多的细节 OK 每个每个细节都要看懂 其实我等于是拼装车啦 等于是把什么 把上个礼拜的这上面的东西 还有这四行 上面这些 加上这些 跟刚刚的中间 刚刚读档就放中间 为什么要一边读档 一边写入嘛 在写入资料库之前要先 连资料库 然后呢 建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五个栏位 然后就把它写进去 好 最后关键时刻来了 我们来run一下看看 有没有成功 执行一下 理论上 这个应该 没问题啦 OK 有没有 print出来 有没有错误讯息呢 没有 有列印出来 有 那表示呢 这个时候资料库 已经写入成功 不过 应该再多一个 print 资料写入成功 的 讯息 不然的话 到底有没有成功不知道 不过理论上如果没有抽讯息应该就写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因为现在我slate语法还没写 所以我可以利用什么 SQL line那个browser这个小程式 你们还记得吧 我在云端上补充资料 这个工具 然后呢开启档案 开那个我的 Cursor01.db 那看一下有没有table01这个 这个资料也有了 没有 Member01有 ABC01 都是Test 那ProwseData按一下 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到有个Member01了 所以点下去 有看到 所有东西呢 通通都帮我放到 这个资料库里面 总共会有 50个 50个资料 全部都放进去 大概就是这样子 请各位试一下 完成就是 把Member01.tst 档案 直接 帮我写到资料库的动作 OK 其实这个动作就等同是什么 汇整资料到资料库 所以以后 假设你们将来要做报表之前 建议 先把资料先写到资料库 这也许是第一 通常的第一个动作 OK 那我刚刚写完的程式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 第 47页 最后我这边是有写入成功的 好 这样的话就在这里 那原来的程式大概就是 中间这一段 我把这边标注一下 其他就是 上面跟下面 这边 等于 就是把那个什么 这个不是 中间这一段是读档 上面跟下面是原来写入资料的部分 那请各位学一下 画面先忘记住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把之前写入 资料库那个范本拿来用 就可以马上改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这边有个人 弄个比较懒人的做法 就是懒会名称 我就叫ABCDE 那形态的话呢 我一律全部都用Tether 不过当然这个 我在云端是7页 有改 如果你要数字 整数的话 Integer 那如果你要用什么 你如果是日期时间 就DateTime 如果你是 小数点的话 就Double OK 所以大家用来用去顶多4个 Integer Tether DateTime Double大概就4个 比较常用 也足够啦 那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要 管那个形态问题 你就全部用Test 其实我觉得啦 如果练习的时候也无妨 反正第一个 先确定 你有没有办法把外部的档案 快速的 写入到 这个所谓的 资料库里面去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可以 把外部的档案 写到资料库 未来你要做很多事情 当然就是会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要做报表 当然 你如果没有资料库 做报表其实是蛮麻烦的 一件事情 或者说你将来你要把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再做查询 或者是做一些 统计分析 其实会相对的 比较简单 甚至你要把资料库的资料 把它汇出到Excel 其实也是相当简单的事情 其实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你就那个Table 其实就蛮像Excel里面的工作表 所以两边是可以相通的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